草菅人命啊 這真的我本來一個工程做成這樣 還要繼續做嗎 里長實在是氣不過 上個月家門前才剛坍塌出一個巨坑 如今連距離不遠的大寮也遞層下線 巧的是都是因為台電的潛頓工程 不到一個月兩次出包 直言就算現在通車也不敢過 他們不敢走我也不敢走 里長痛批台電太誇張 小港區中嶺路上個月18號 就是因為台電施工問題 導致路面破洞 搶修10天 預計28號機車道通車 沒想到27號路面不但隆起 還出現裂縫 通車緊急喊咖 短短一個月內就兩處路面 因為潛頓工程造成路面坍塌 居民懷疑是因為不熟工法所導致 就是不想做 設計創侯阿絲港港都不對 如果到處就不會連續出包 里民氣氛質疑 根本就是工人不熟所謂的潛頓工法 才會釀貨 台電表示大寮坍塌的地點 和小港中嶺路 同屬於高壓電纜潛頓洞道工程 地底下的施工狀況就是像這樣 2013年5月27號施工 預計2016年3月31號完工 但被質疑因為工法新 台灣工人可能比較生疏 只要一不小心 很有可能就會出皮囉 我們在設計 不管是基本規劃 還有在西部規劃 還有在建造方面 都是委託外面有經驗的部分公司 台電車的畫面 事實上已經做了很大的努力 相同工程同樣工法 一個是害路面出現鋸坑 一個是讓路面變成波浪狀 負責施工的台電方面 只要一天沒找出問題真節點 居民們連最基本 行的安全都沒人能保障 記者林鎮章 新鎮高雄報導